各位同志 各位家人大家好 我是浙江省基层宣传民司董哥府 深刻认识党的二十大系列谈 今天讲三十讲 也是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 主要讲二十大报告中的一个新的重大论断 只要仔细阅读党的二十大报告 这个新的论断一定会引起大家的注意 这个新论断就是 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写道 全面建设私务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在党 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 巩固长期执政地位 必须时刻保持解决 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这句话坑枪有力 中国共产党是百年政党 也是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大国的唯一执政党和领导党 这个党有9600多万党员 9600多万个 继承党组织 他的庞大 举世不爽 这个大党 究竟应该怎么建 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和严峻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建不好 肯定是不行的 中国共产党如果出了严重问题 就是中华民族出了问题 就是中国人民出了问题 人民就会受罪 历史就会倒退 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这个问题中有以下两个核心关键词 第一个核心关键词是独有难题 第二个核心关键词是清醒和坚定 下面 我这个基层宣讲明事就谈谈个人的理解和体会 第一点 我们的独有难题是什么 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原文 四个考验永远存在 也就是党面临的执政考验 改革看法考验 市场经济考验 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 四个威胁永远存在 也就是党面临精神懈怠危险 能力不足威胁 脱离群众威胁 消极腐败威胁将长期存在 具体来说 我个人认为 大党独有的问题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傲慢 不能保持情媒 会自以为是盛其灵人 凌驾在民众之上和人民理心理得 第二个问题 自私 为了私利 为所欲为 维护私利 不择手段 第三个问题 不知道检讨和反省 做出错误的事情 不仅不认错 还强制独理 百般狡辩 缺乏自我承担的勇敢 和斗争精神 第四 一些事情 设法进行暗箱操作 企图摆脱人民的监督 第五个方面 不诚实 说得好 做得差 辞去人民的信任 并对存在的问题不敢面对 不敢解决 这是我个人理解 我们的大党都有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 我谈一谈 怎样保持清醒和间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经过十八大以来 全面充严制党 我们解决了党内许多特殊问题 但全党必须牢记 全面充严制党永远在路上 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绝不能有松劲歇脚 疲劳厌战的情绪 必须持之以恒 推进全面充严制党 思路推进新时代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党的自我革命 引领社会革命 其实啊 说起来容易 做到却很难 以我这个老党员的理解和领悟 我们必须要 继续加把劲 要动争得的 在强化机制戒指上 要有突破 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思维 才会真正取得伟大的进步 说的再多再好 都不如在机制上 狠下一番功夫 二战时期 盟军因为降落伞 打不开的指令问题 而出现了不应有的伤亡 巴顿将军决定 亲自解决这个问题 厂方急忙辨解说 经济上合格率 已经达到了99.9% 是世界最好水平 巴顿将军很生气 说你的合格率 意味着一千盒水平中 起码有一个 会因为闪的质量而牺牲 你必须要做到100%合格 而不是99.9% 厂商却回应说 99.9%已经是极限 不可能做到100% 巴顿将军气急了 说 从今以后 军方将随即抽取 你制造的降落伞 你自己带上它 先跳一下看 是死是活 看你的运气 之后 美军的降落伞 就再也没有因为发生质量不合格的伤亡事故 这就是极致的魅力 还有一个更久远的故事 在18世纪末 英国政府决定 把囚犯从英国本土 发配到澳洲去 一些诗人承包商 用船只从英国 往澳洲 大规模的运送囚犯 由于运送囚犯的费用 和运送囚犯 人数 数量挂钩 改装后的船只 设备简陋 淡水和食品 储藏 能少折少 以尽可能的 多装囚犯 多装钱 过了不久 政府发现弊端 囚犯运送途中 死亡率太高 死亡率平均为12% 最严重的一艘船上 424个囚犯 死了158个 死亡率高达37% 英国政府花费了大量的资金 却没有达到大批移民的目的 后来 根据议会讨论结果 强制给每条船 确定定源标准 配备医生准备医药 实施后 效果一般 后来又中派政府官员 押船 可过了不久 发现 要么官员和船主 狼狈为敬 要么官员 在途中 不明白地死去 原来 使船主为了贪图暴力 贿赂官员 如果官员不肯同流合污 就被 扔进大海里 不云 政府支出监督费用 却照常使人 政府很伤脑筋 政府只得又采取新派法 把船主都召集来 进行思想教育培训 就为他们要追求生命 要理解去澳洲开发 是为了英国的长远打击 不要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但是情况一言没有好准 失望率一直拘高不下 这时一位议员提出 此处已出现了这种窘境 是我们制度上有重大的漏洞和缺陷 如果把现在上传人数计费 改成下传人数计费 问题就应该得到很好的解决 就这样 新的机制建立起来了 政府只以到达澳洲商案的囚犯数量 给运输商发钱 而不论你在英国本土上船 装了多少个囚犯 这样一来 船主们主动请医生跟船 在船上准备药品 改善囚犯生活 尽可能的样 每一个上船的人 都能够健康地到达澳洲 船上的死亡率 立马降到了1%以下 有些运载几百人的船只 经过几个月的航行 竟然没有一个人失望 这两个故事 告诉我们很深刻的道理 用嘴讲是没有用的 好的制度建立是第一位的 当下 最重要的机制建设 我认为有两个 第一个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系统性制度建设 怎么实现 这是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来的 现在过去好几年了 没有任何进程 第二个 如何从机制上 能够确保实现人民之上的主张 历史在检验着 人民在期待着 这个历史达卷 必须要有分量 必须要漂亮 必须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和人民的检验 希望我们的党 取得重大的进步 我们的国家 越来越健康 社会 越来越稳定 人民 越来越幸福 让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期待 一起加油 节目 在我发动 请大家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edag